现在正前方看到的就是庚子手艺旧址里面的一座碉堡 在碉堡旁边就是罗氏宗祠 也叫罗氏大巫 那这里为什么叫庚子手艺旧址呢 是因为在1900年 伯护孙中山就是在这里首次发动武装起义 但非常遗憾的是这次手艺最后也是以失败告终 但是为以后的多次起义和辛亥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庚子手艺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前奏 也是孙中山领导并发起的反清革命运动的一次尝试 他敲响了2000多年封建王朝制度覆灭的丧钟 引发了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伟大变革 眼前看到的这座石碑是在2006年 由深圳龙岗区人民政府 把这里公布为龙岗区文物保护单位 这里就是进入到庚子手艺旧址的路口 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 这里还有一张关于罗氏大屋修复前后的照片对比 这里就是属于属于旧址的修复前的样貌 我们看到这些外面都是非常杂乱的 那这里就是现在修复好的 前面修了一口池塘 这边还有停车位 这边的全部都是做了一些翻修 包括这栋碉楼也是做了一些翻修的处理 这边就要看着这个字幕 在这个视频中间 是用试大一张关于是属于旧址的 最后一张关于是属于旧址的 是属于旧址的 这是属于旧址的 也无许址的 这边有点 是属于旧址的